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成本 在销售这里面 销售这里面 好 比如说看这边好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习惯看这边会比较好一点 销售里面是不是有产品 产品的单价 但是没有成本 对不对 通常我们会跟销售 销售跟成本之间去做一个比较 然后算出毛利 毛利的计算当然也很重要 可是我们在这边没有成本 谁有成本 产品这里面有成本 产品这里面是不是有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这张图 当我这里面我想要用成本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里面的成本要重复出现很多次 因为这个关系是一对多 所以这里面的产品绝对重复出现好多次 相对的这个成本也是要相对的重复出现很多次 这应该没有问题 那用的关系是什么呢 在以前我们可能知道是一个叫做Vlookup 来去查询 对不对 就是你在一下的时候 你绝对是用查找资料 我们就来试试看Vlookup 首先回到这个资料表 哪一张资料表呢 应该是销售这张资料表 销售这张资料表 我们是不是希望在这个地方 每一格都要出现成本 例如说这个印表机的成本 这个印表机的成本依此类推 那所以怎么样出现 是不是又要再用什么 新增量值这边的新增资料行 这个资料行 我们是不是可以显示成本两个字 这个成本跟产品里面成本名称是不是一样 可是我们在描述的时候 一个是销售表格的成本栏位 跟什么 产品表格的成本栏位 这样是不是就描述是不一样的了 你不能单独的描述栏位名称 当你今天在跨表格的时候 一定要先描述表格 好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我们以前就已经学过一个韩式 叫做VLOOKUP 可是你会发现找不到 对吧 确实找不到 没错 VLOOKUP的话 它是不是变成说 某一个储存格 就是某一个储存格 问题现在没有储存格了 现在只有什么 蓝位名称 所以 所以要用的是什么 要用的是 关联 刚刚我们不是建立了一个关联吗 我们就是要用那个关联 那个关联 英文单字叫做 relate 所以 所以你不要再用VLOOKUP 也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 其实以后 你连sum都用不到了 你用得到的是什么 sum 我只能这样大概先告诉你了 以前我们就是储存格的计算 去做加总 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你看它就直接帮你去计算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是不是要换一个 relate 接下来呢 它就会问你说 哦 我们这个 成本呢 它其实就relate 哪一个 是不是我们的 产品 产品里面的成本 有看到 它的意思是说 传回另外一个 资料表中的相关值 好 又挖壶 结束 是不是就全部都帮你算出来了 有没有觉得好像比以前 简单多了 容易多了 对吧 对啦 我跟你讲 第一天能不理我 到第五天 在教程式设计的时候 好像你更不会想要理我 可是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没有VLOOKUP这件事情的 原因是因为 VLOOKUP以前 是不是要用一个储存格 来当做是一个表格的查找 现在没有储存格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 也就是说 这五天我都不会再教你 如何用储存格去做什么事 因为没有这项功能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一个成本呢 我们相关联 因为刚刚在这个关联表里面 我们是不是等于说 把哪一个表格的哪一个人位名称 叫出来 容易 好 那有了这个成本之后 其实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计算 总成本 怎么算总成本 新增资料行 好 好 那这边就是总成本 总成本等于我们的哪一个栏位 成本这个栏位 成我们的数量 这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 我们一样回去 刚刚那个地方 回去报表 我们再做一张 好不好 就是刚这边是做成本的预估 这个最好不要拉太宽 拉太宽 好像感觉是水平线了 接下来呢 我想再去做这个双轴图 这两种的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这个呢 叫做一个堆叠 堆叠 我们不是用那个上下堆叠的方式 我们是希望左右呈现 这个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所以我们用这个群组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要比的是 那个总价 总价在这边 跟总成本 只要是我们自己计算出来的 他这边会多了一个工作表 好 再跟一个Sigma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去看这个建党日期 建党日期 我们来去看一下 看你是要 像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思考点 直挑图到底是要放总价还是总成本 你觉得老板关心赚多少钱跟成本 要花多少钱 一个是赚进来 一个是花出去 他都关心了 我觉得他应该都关心 但是你觉得哪一个要放在直挑图 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我会这样思考 老板最关心的事情 总会放在直挑图 就是他赚多少钱 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 这个客户他可能要求的成本的单价 就是要就是就是薄利多销的话 那我觉得他还是会先关心 到底是赚还是亏 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重点是看这个总计 总价就是销售额 所以把销售额就是总价这个部分 就是销售总额放到直挑图 那我们的总成本就放到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再点它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张图也要大概会看一下 您看当然我们的那个销售总成本 销售额越高 我们的成本一定也会越高 但是但是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差不多 这个总成本跟总成本跟总价 没有很大的差别 您觉得这样就结束了吗 没有 因为从技的角度来看 太粗了 那个教员说 有时候你要用肉眼来去看戏剧 看不到 正常吧 这样听得到 例如说我们去看一片森林 你有时候是不是要拿望眼镜来看 对不对 所以既看不到 那我们就再放大 再放大一个层级 是不是点它 去看乐 所以等一下我要问你 这样知道吗 这就挑战你们 看你们能不能看到问题点 我做了两件事 我要告诉各位后面课程都是这样进行 就是我要去修改一个 韩式 或创造出来新增一个栏位 然后接下来画一张图 这样大概知道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等一下要告诉我这个答案 既看不到不代表越看不到 好